爷爷 这么快就回来了 爷爷 我有些事想请教您 熬血法阵中的关键眼卫 都被汽偶所保护 而汽偶体内拥有灵兽原灵 导致汽偶能够再生 这法阵也随之再生 无法破阵 事态紧急 神庭阵马上就要开启 我们需立即找到应对之法 孙女别急 此事不难解决 既然汽偶的本体是仙兽真元 驱鞘只算是它的护甲 那些真元是活的 制作者用某种术法 将它们束缚于汽偶之中 催动其源源不断 为汽偶提供灵力 说来惭愧啊 这束缚之术 与我明术们过去 强行束缚仙灵兽的术法 原理是相似的 所以用哈战前辈传授的解除之术 就可以破除汽偶与灵兽内丹的联系 应当如此 不过还是会有区别 我再去看看古籍 将术法加以改造 确保万无一失 爷爷 我和你一起 不用 老头子我虽然灵力全是 好歹也沉浸御灵树数十年 一个人就够了 你们跑来跑去也累了 早点休息吧 我想要和你解除共生之术 什么 我与春自剑相伴而生 现春自剑已寻回 不必依靠师姐共生而存 这样的吗 共生之术多有不便 解除后不至于受到彻肘 我知道了 那我们开始吧 解除后不至于 好 师弟 你怎么样 无妨 师姐不必担心 我只是需要休息一下 师弟 阻止了敖絮之后 你就会回神界了吧 你毕竟是神族 没有了共生之术的负担 你终归还是要回归神界的 能解除共生自是最好 可是我 不 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 当我知己是解决气候 破坏阵法 救出小丘 去看看爷爷那边怎么样了吧 这种 我果然还是妨碍到他了吧 这便是破解之法 我参照古籍记载 哈战前辈 也配合我演练了其中几种变法 最后找到了这个解除方法 太好了 我这就传书给秦妹 契友的破解之法已经找到 请秦妹尽快通知真人 太好了 什么事太好了 小青 你先别走 听我说几句好吗 又几句 你说吧 这几日你一直在躲我 是不是 还没放下哥哥们的事 我知道你是白家人 但你哥是你哥 你是你啊 阿游 我 我会想清楚的 我先去给师父送信 小青 小青 你 阿游 再给我些时间吧 太好了 通知月姑娘 破阵 大人 神魔之景的防御已经拓大 可准备好了 神魔之景的防御已经拓大 可准备好了 哪 无论何时 战魁都是大人的一把利服 大人 这人是整个魔界 我等天魔中 也不会退缩 那就再随我熬战一场吧 师姐 师弟 师姐为何一人在此 大战在即 我睡不着 身体已经无碍了吗 你打坐直视 春姿剑一直护卫在你左右 现已无碍 春姿剑与我相伴而生 护卫我应是天性 师姐 江州望月影青书 济雪寻梅欲驻足 心思玲珑怀久也 剑阁萨踏 仿云乌 这诗 你是从哪里看来的 在后殿看到的 掌门说 这诗是师姐的爹娘写的 这是我满月时 爹娘为我提的事 名书门只有月氏仅存 我出生后 爹娘希望我可以一盏鸿土 振兴门牌 也希望我如傲雪寒美 有俱俑风骨 师姐正是如此 是 谢谢 是想起爹娘了 才在这里看星星吗 她还记得我当初说的话 所以才想到面试给我听 她们是怎样的人 我记得 爹和娘十分地恩爱 小时候的我 还经常吃爹的醋 因为她总是霸掌 我最喜欢的娘亲 她们相敬相爱 形影不离 令人十分羡慕 相敬相爱 行影不离 如我和师姐一般吗 师弟 我从小 没有师兄弟姐妹 没有玩伴 我常常想 若将来能遇到一个人 我与他 能像爹娘那样 相知相伴 该有多好 爹娘走后 我一心放在爷爷和乔林身上 放在振兴门派上 于是这个愿望 被我逐渐忘去 直到 直到你出现 最初时 只认为你是个木讷之人 但你即便是高高在上的神族 也从未对我们这些凡人有过轻视 而且 你尊重我 保护我 渐渐地 你在我心里越来越重要 我会不自觉地追逐你的身影 有你在我身边 我就很安心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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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姐在我心中 同样是特别地存在 我下届时 只是个对人世间一无所知的神族 责任 是非 亲情有爱 你教会了我很多 而我现在心里的这份感情 是因为有你才会萌生 所以 你 你同我有一样想法 我很开心 我喜欢你 想成为你希望遇到的那个人 可以吗 你知道我心里挣扎了多久 才鼓起勇气说 我 结果 你怎么这么容易就说出来了呀 我 我说错什么了吗 没有 与共生之术无关 现在你若不在我身边 我会不安 等此件事了 我会请求神界 允许我留在这里 陪伴师姐 既如此 那你为什么要同我解除共生之术 敖絮对共生之术了如指掌 我怕他为了对付我 而向师姐下手 我不想你因我涉险 我答应过你 不会理你所要 只要我还活着 只要我还活着 这个承诺就有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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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